那么呢最后我们要来做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是一个continuous action space的 我们将会看到一样是offer warranty 但是厂商现在有好多选择 有无限多个选择 他要来决定warranty的in some sense长度 而不是要或不要 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怎么样的model一个signaling game 怎么样的解它 然后让大家就是对signaling有更深的了解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有一个厂商 他一样卖东西嘛 然后呢reliability一样是heathen的 所以你是消费者的话 你不知道商品好或不好 那一样这个heathen的reliability 它是low type的几率是beta 厂商呢现在同时要决定两件事情 他一方面要定价 一方面呢要决定warranty的protection的probability 是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w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这里的setup很简单 就是当你的东西坏掉的时候 被保固包含到的几率有多少 它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意思有很多种解读的方式 那大家来天马行空里想象一下 第一种就是说 我们这个东西卖给你 我们已经精算过了 一般来说你会用两年 用两年的期间呢 我们也精算过了 在前面12个月坏掉的几率是多少多少 前面18个月坏掉的几率是多少多少 这个厂商会算或者是会估计 如果每一个消费者的用法 有一点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取期望值取平均这样子 所以今天在两年的期间之内 如果我把保固设成一年半 设成20个月等等 我就可以调整这个 商品坏掉的时候被保固cover的几率 这是这一种讲法啦 那如果你对刚刚那种讲法不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想另外一种更鲜的 就是说呢 来我这东西卖给你 我们保固是比如说 我买一台手机 然后我保固你10年 想当然了手机不可能给你用10年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lifetime 好那现在呢 每一次你东西坏掉 你就拿来我们店里 我们就看看 嗯好OK好符合我们的保固条款 好我们现在准备要修了 我们就丢一个骰子 然后呢就 如果我们之前设定的 warranty w是八成的话 我们丢这个骰子下去 它就会有八成的几率 让你恭喜你 好我们这次修是不用钱的 或者是哎呀不好意思 这一次修要钱 大概是这种感觉 这样 那当然后面这个比较像是讲爽了啦 实物上应该没有人这么做 好所以呢你就挑一个你喜欢的接受就好了 比如说前面那一种吧 OK好那么总之 我们这个厂商来决定这个warranty的lens 或者是protection的probability 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今天我卖一个商品了以后 我这个manufacturer 它就会有expected utility 跟刚刚长得很像 对吧 我呢会赚钱 t 然后呢我有一定的几率 我得要付钱 把东西修好 这个东西呢取决于 我这个东西坏掉的几率 以及我必须修它的几率 这个w是我决定的 介于0到1之间 OK 然后最后呢就是我得要付钱 把它修好 k跟刚刚一样 一样是我把东西修好的成本 然后呢消费者如果买的东西 如果那东西的reliability是小r 那么消费者的expected utility 就会变成这样 首先呢r theta一样 就是东西是ok的几率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得到 theta 跟刚刚一样就是我用一个好东西 的这个utility嘛 那么呢我就要付出小t这个钱 这个ok 然后东西如果坏了 有一定的几率 会有人帮我把它修好 修好了以后我的utility 就剩下ada这么多 好那跟刚一样 k呢比ada大 theta呢也比ada大 那theta比ada大 你刚刚已经看过了嘛 就是你用修好的东西 总是没有比用新品来的happy 或者是修东西的过程 对你带来了一些这个时间上的延误之类的 好这些都很正常 那么k比ada大呢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修好 要花一个成本嘛 那么另外呢就是你会得到剩余的utility 虽然不能保证说k一定会比ada大 或是k一定会比ada小 毕竟一个是维修的成本 一个是消费者的utility嘛 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例子里 为了要展示说 这个warranty的成本是存在的 不然等一下没什么好signaling 所以呢我们把k设得大一点 这样子 好 那么as always 我们今天既然要等一下 要讨论signaling 然后要讨论这些efficiency 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我们当然先讨论first best 所以我们先来把first best解出来看看 那么这个first best呢 当然就是complete information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r是public的 那么呢我们今天的first best的offer 就是一个price跟一个warranty 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你知道我high type low type 我知道我high type low type 大家都知道 complete information的情况下 我是制造商的话我要解这个问题 我要决定t跟w 来maximize我的profit subject to你愿意买 就是刚刚的utility function贴过来而已 这样子 这个东西要解 这个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很快你就看到了 OK老样子 t这个变量 它基本上呢 是一个价钱 这个钱越高越好 你要一直推一直推 推到这条式子 binding为止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小t 换成是这个rθ 加上e-ri的这个adaw 然后这里有一个riri这样子 好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很快你就会发现 哦 那我们就replace小t 然后呢做一点简单的运算 就会得到这个式子 在这个式子里面呢 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说 哎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看我们就都不要offer 好了 所以我今天呢 是不会offer warranty的 然后呢 这件事情是对两个厂商都成立的 因为跟ri其实没有关系 那当然我的price跟ri是有关的 你知道我high type我就卖贵一点 你知道我low type我就卖便宜一点嘛 所以在今天这个情况下呢 first best是不会有warranty存在的 那么待会儿我们解了second best 再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谢谢大家